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一段新闻片 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 老字号执政党自民党 一口气拿下261席 稳定过半保住了执政权 在此之前10月4号下午 岸田文雄带领内阁宣誓就职 成为日本第一白任首相 在他的20名阁僚名单中 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等重要阁员都获留任 这也被外界解读为 岸田打算延续安倍还有菅义伟的国防政策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则是罕见的迅速至上喝点 在日中建交即将满50周年的此刻 中方的积极反应 其实代表了北京当局 对岸田新政权寄予的厚望 只是寄予厚望并不代表全面亲善 中国和俄罗斯10月中旬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两国军舰首次同时穿越 介于日本本州和北海道之间的金青海峡 在日本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日本长年以来和中俄两国 对于钓鱼台猎雨和南千岛群岛 分别存在主权争议 而过去半个世纪 日本为了方便美国船舰通过 一向将金青海峡定位为国际航道 从来没有化作自家领海 如果中俄舰艇这次可以毫无争议的通过金青海峡 那么美加等国家的军舰 行经台湾海峡也不应该存在问题 台湾有视日本无法置身事外的论述 已然成为自民党主流观点 虽然出身广岛的岸田 在党内被视为鸽派 但是岸田在安保问题上 被认为会持续强化美日同盟 支持印太区域自由开放 以务实而强硬的态度对待中国 经济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岸田政府热情邀请台积电赴日本投资 选前调查显示 日本企业对岸田的支持度 瞬间因此飙迫70% 在岸田领导下的日本 和台湾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友谊与合作 值得期待 记者王浩正理报道 郭老师 这个选前媒体的预测 似乎对自民党本次大选的情况 不是特别看好 但是这个选举的结果 自民党赢得了绝对安定多数 那这个似乎有点出乎媒体的预测 那是不是因为中国跟俄罗斯军舰 通过清津海峡成为超级助选员 无论是在日本或是在台湾 所有关注这次10月31号 日本大选的这个专家们 包含我自己 我们的预测 主因是因为这个 日本还是有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 然后再加上岸田文雄本身 这个我们之前上一个节目有提过 他并不是一个具有Christmas 就是个人魅力的那种领袖 所以大致上的预测都是因为说 他没有办法发挥这个母鸡带小鸡的这个作用 所以预估大概都是在 大概这一次自民党应该会掉 大概20到30席左右 就是有可能勉强过半 对对对勉强过半 结果没想到说这个单独过半 而且是261席嘛 那我们在这个评估这个日本的 因为他内阁字 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内阁字嘛 他不是典型的医院内阁 那在日本的内阁字里面我们讲 233席是过半 244席是稳定过半 244席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国会常设17个委员会里面 他可以拿过17个委员会的 委员长的这个职位 那261席正好是绝对稳定过半的意思 就是说他在17个委员会里面 自民党本身的党籍国会议员 都在委员会里面过半 那意思就是说 自民党可以完全去主导在众议院里面的立法 从委员会提到院会 所以这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那主因当然就是在10月23号 那一天这个中俄的舰队 有10艘舰艇通过这个ZUKARU 就是金钦海峡 那这件事情是非比寻常 因为以前的记录 中俄有联合军演 大部分是以俄罗斯的意志为主 因为这个俄罗斯的亚洲舰队的部分 亚太舰队的部分 对他来讲两个海峡是最重要 一个是北面的中古海峡 另外一个是南面的对马海峡 所以以前的记录 中俄有联合军演 包含这一次是年度例行的 海上联合2021 那几乎每一次都是针对中古跟对马海峡 那之前甚至于还有 应该是2013年有这个 中国跟俄罗斯 俄罗斯是用图95的战略轰炸机 那中国则是用轰6 去执行封锁跟反封锁 对马海峡的这个任务 所以金钦海峡在俄罗斯的战略上 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那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金钦海峡 它的最狭窄的地方不到19公里 然后它的海床深度 平均大概400公尺而已 最浅的地方甚至于不到100公尺 那这一种海峡的特性 其实非常不适合大型军舰 甚至于是舰队 这一次是10艘的军舰一个舰队 因为这个大型舰或这个舰队 通过这么狭窄的海峡 它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反击能力 你在两岸只要用一般的火炮 就可以完全压制舰队 所以在军事逻辑上 这一个动作 10月23号的这个动作 是完全没有军事逻辑的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完全在政治上 在挑衅日本 在挑衅日本 所以才会说 这个中国往往都是一手好牌 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一手好牌打到烂 10月23这个举动 其实事实上对自民党的选情 加分非常多 那更不要去讲说 这个选前日本的民调 这个厌重感 就讨厌中国的感觉 已经九成了在日本 是全世界最高 结果他10月23号 又是这个大动作 来威胁日本 让日本的老百姓 这个更没办法去忍受 然后这个在野党 虽然说立宪民主党 五党联合 在213个选区共推 只推一个候选人 那这个也因为 这个成也共推 败也共推 因为他找共产党合作 对 然后这个在野党 五党 基本上对中国的论述 对中国的态度又非常暧昧不明 所以对日本国民来讲 其实也毫无悬念 一定就是投给自民党 或者是这次成长最多的维新会 加上这次成长最多的维新会 自民党公民党 这个所谓偏右的日本的 这三党的可能的联盟 他在国会中已经超过310席 就等于是拿到了修宪的所需要的票数 这个长远是有什么影响 选举期间 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 他提出他们所谓的政权公约 就是八项主要的政纲 其中一项就有提到修宪的部分 日本是刚性宪法 他这个宪法从战后公布实施以来 到现在没有修改过 主因就在他的宪法第96条 有关修宪的程序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你在国会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统议之外 他还要进行国民投票 所以让修宪本身几乎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可是在这一次非常意外的 这个维新会的席次大幅突破 自民党261席 加维新会11席 加公民党的32席 一共是334席 这个是远远超过修宪必要的310席 其实在9月份岸田文雄在竞选 自民党总裁的时候 他其实自己也有提过 这个是要把自卫队入线 入线 这个主因其实是因为 在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 安倍执政的时候 跟公民党之间的默契 就是不去变动日本国宪法第9条 第一项或第二项 而是用加线的方式 就是把自卫队加到 这个第9条第二项里面 让他在宪法的位阶上 有一个合法的地位 那这样子对未来 这个自卫队的 他的任务跟性质的范围 可以大大的扩大 不用说每一次自卫队 要执行一个特殊任务 国会都要去通过这个特别措施法 还是说要特别立法 去扩大这个自卫队的任务 性质跟范围 对 所以这个在未来的两年内 我觉得在日本国内 有关修宪的这个部分 又会再一次掀起另一波的热潮 那这个当然也是中国 最投鼠忌器的一部分 因为自卫队的正常化 基本上就是针对中国 对 所以可想见从明年开始 2022年的年初开始 除了日本本身有三个国安文件要修改 就第一个就是他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这一版的这个NSS 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是在2013年12月 那是战后日本史上第一次通过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当然是在安倍的主导底下 那第二个就是他要通过这个五年期的国防政策 就是防卫计划大纲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的五年期的国防预算 还有武器采购清单 就是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 那这三个国防稳健都在明年会被修订 对 然后这个又再一次的去凸显 中国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对日本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 那除此之外 这个 10月31号大选刚结束 11月1号确定所有的这个选战的结果 结果没想到11月2号 岸田文雄就直接奔到英国去开这个Corp 26 这个气候领袖峰会了 对 那这个是非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岸田文雄在英国只待了8个小时 对 对 他等于这个去了两天 对来回坐飞机坐到14个小时 对 然后这个8个小时的行程 马不停蹄跟这个美国总统Joe Biden 短暂会晤 跟这个Boris Johnson 跟这个英国首相 然后跟这个澳洲总理Maurice 还有跟这个越南的总理 也见面了 那讨论的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刻意安排的 第一个就是因为正好有这个场合 正好有这个场合可以让他一次 见到这四位对日本的国家安全 非常重要的四位领袖 第二个是他其实都是有备而去的 他对这个Joe Biden主要就是谈 确认每日同盟的重要性 然后这个年底 安提文雄要访问华府 那他跟英国就是在谈这个RAA 就是自卫队跟英军之间的互相准入协定 就是有点点类似准同盟的概念 那他跟澳洲是要确认说这个RAA 四国联盟的重要性 那他跟这个越南总理要谈的 就是第一个表态 反对中国在东海跟南海破坏现状 第二个又要尝试输出这个出口 这个防卫装备 就是武器给越南来自日本 日本要卖武器给越南 对对对 所以这个安提文雄 如同我们上一次节目所提到的 9月份的总裁选 看得出来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所以在这一次 这种旋风式的外交 一次达成了 同时达成了四个外交 跟国家安全的目的 所以看得出来 从2022年开始 这个日本的国家安全改革 我觉得是精彩可奇 石板先生 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媒体在开票的时候 对于投票的结果预测的似乎失准 这里面好像有人事后检讨说 为什么媒体对于投票预测都失准 这里面是说有自民党选民的沉默的多数 他们不愿意向媒体或者表态这种状况 然后当然刚才也谈到了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的军事演习 这个选前临门一脚 这个帮了自民党的忙 你自己对这个情况是怎么看的 其实在日本就是说过去 比如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包括台湾的选举的民调 好像也跟开出来的票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 这个我觉得是传统媒体采取民调的方式 有很大的 就是说现在美国大选举一种电话方式 有的媒体甚至还是主要是在固定电话 你看固定电话接电话的都是老人 然后就是在日本一个很奇怪 日本就是说现在的老人就是70岁80岁的人 这一代他们受到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这群人 或者叫团快的事 这一代左倾的人特别多 所以说如果说民调的时候 往往就是说支持在野党的 会多处反映出来 而现在很奇怪 日本的就是说年轻人支持自民党特别多 但年轻人大部分是用手机的 大部分手机或者是什么LINE 是Mista 就是各种各样的新的社交工具 这种人他们对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是无感的 也不订报纸 基本也不看电视 那传统媒体给他们打电话来 他们基本上是不回答 或者不认真回答 就是随便回答 这样就是说传统 你想打固定电话的老人都很认真的 就是支持在野党比较多 而传统的年轻人 年轻人的民意你抓不到 所以说这不是说媒体的失职 而是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媒体的采取民调的方式 还是很传统的 然后大家又继续用这种 怎么说呢 传统的手法 这数字来分析 所以说就差了很大 这次包括选举 看很明显 就是说开票的时候 日本各大电视台的焦点 都是日本要 是不是自民党那么多过半数 233亿席 然后一点随着票开出来 媒体那个电视打着横标 一点点改变 是不是安定多数 是不是绝对安定多数 不停地往上调 这个是包括日本的 就是等于说信任度最高的NHK 就是最严谨的 是国营 属于半国营电视台 NHK也是这方面出现了错误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说呢 比如说也不能完全靠网络 比如说这次自民党选举 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 你如果看网络的支持率 你的高市早苗是远远的影现于 其他的这个媒体 就是说媒体 我以为是河野太郎 河野太郎 河野太郎是 所有传统媒体用电话调查 全是河野太郎 所以我们电话报纸打开一看 都是河野太郎 电视打开一看 但是你在网上 雅虎调查的话 高市早苗都遥遥影现 所以年轻人支持高市早苗 对 就是说年轻人支持保守 所以说这个就是 网络也不可信 这个传统媒体也不可信 所以大家进入一个 完全不知道一个结果的问题 那么这次呢 自民党之所以获胜 我认为的方法 我认为呢 我认为自民党做的并不好 就是说说真的 疫情一开始 就是说跟台湾比起 完全是 如果说台湾的这个执政党 台湾的指挥中心 还受到这么激烈的批评的话 那日本那些人都没办法做人 台湾的在野党也要枪毙成时钟 那日本这些这个后生省的官员 是不是早就该活埋了 对对对 不止枪毙十四二十四的问题 就是完全是 不管是先机问题 对策问题 所有的方法 完全是失败的 所以造成日本经济 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就是日本现在的 真的这个企业的破产 和失业人数 大家都说让人想起了战后 日本败战之后的状况啊 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在野 这个执政党竟然能获得胜利 这也是一个奇迹啊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 中国大主持人还是在野党啊 在野党呢 这个立宪民主党呢 明明是一个大党 但是说他比较靠左 而且最近快到选举期间呢 他就完全是跟着日本共产党 我们要共同选举 因为日本现在一共有289个小选区 每个选区 日本共产党的 都会有2万票到3万票 多的地方有4万票 这个票数什么呢 但是一般的当选 起码有8万票到10万票才能当选 所以说你两三万票的话 当选是不够的 倒万可以 当选不够 但是说如果说整合的话 本来在野党是输一点点嘛 他就想用单纯的加法 把共产党这两三万票 加上来的话 如果事先的算法 他都会赢的 因为他一般是输 一般都输一两万票嘛 然后加上三万票都会赢 所以只要共产党不出来的话 就可以 日本共产党说真的 这么多年呢 也是高龄化 而且呢 他每个小选区全部派候选人出场 经济上的负担很严重 现在日本共产党也没什么钱啊 就双方达成了协议 就是说共通 来几个共产党比较强的选区呢 就让共产党出来 一切民主党不出来 然后大部分选区 共产党把候选人全部降下来 用这种方式来核 但是日本共产党呢 他在日本是有一定的支持率的 大概有5%到10的 基本上是选票能进来的 但是说呢 他永远 他主张什么呢 他对天皇制是基本是否定的 虽然不是马上要让天皇隐退 废止天皇制 就是说将来的合适这时期 通过大家著名头发 要把天皇制废止掉 然后呢 自卫队 认为自卫队违宪 然后自卫队也不应该要 这个说法也是某种意义上 就是超级的绝对和平主义了 然后呢 反美 认为日美同盟 是不可要的 要解散 就是基本上对国家的 怎么说呢 最根本的地方 他是提出质疑的 这一点呢 让日本的这个民众呢 觉得这个没办法接受 所以当他和立宪民主党合在一起呢 自民党就攻击 他们叫立宪共产党 然后就完全把他们 一下子政策变成那种 完全等于反社会的一种政策了 这种攻击是 我觉得是蛮有效果的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日本的立宪民主党 过去是民主党啊 现在改名字了 他民主党在十几 十年前执政的时候啊 他是把日本 当时的野田内阁 把日本的消费税 从5%提到10% 他是起个关键性作用 最后一笔交争税 是他决定的 当时觉得 说的很好听啊 但是现在这次选举 他们提出的公约呢 是把消费税从10% 降回5% 就是真是着势金飞嘛 这个我觉得跟台湾的 这个执政党 和在野党也比较相似啊 他现在你当年 你自己推行的政策 现在你自己否定 而且说的还那么冠冕藏皇 这样的话呢 这真的对一般选民觉得 我不能接受 所以在这几点呢 所以说这个统合 虽然在这个小选群 是大部分结合在一起 但是谁没想到呢 并没有得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管是一些民主党 还是日本共产党 都被一席减少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想在野党应该是好好反省的事情 郭老师 我们谈一下日本新政府 面临的日本经济三大问题 所谓贫富差距问题 所谓薪资将近30年 没有涨过的问题 所谓国债破13兆美元 差不多国债是GDP 200%以上 这样一个情况 这实际上安田文雄 他当了首相 日子也不会好过 这三大问题怎么解决 在9月份自民党总裁选的时候 安田就已经有曾经诉过了 主因在于说 现在的很大的经济问题 是来自于当时2012年 安倍刚上台 13年他就推出所谓的 安倍经济学 Abenomics 这三支箭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有扩大政府财政的诱因 刺激 他当时设定的目标 就是要让日本摆脱 从1990年代以来的deflation 就是通货紧缩 他设定在通膨的目标 是2% 没想到这个13年 一路到19年 这几年里面 日本的通膨 是缓步的再增加 没有错 可是还没有达到 政策目标之前 其实他就产生了 非常多的副作用 第一个副作用 当然就是 这个disparity 就是贫富差距 扩大 让这个日本的中产阶级 几乎消失 就如同刚刚石板老师 所提到的 失业率非常高 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他的这个中产阶级的薪资 30年了 几乎都是停顿在平均国民所得 大概是4万美元 那相比之下 美国的这个平均国民所得 增长了55%以上 那再看一个之前 在30年前的开发中国家 就是南韩 他在这30年 他这个平均国民所得 已经追平日本 甚至还有一点点超过4万美元 对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也在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底下 导致于这个 还有财政诱因的政府政策 导致于日本的国债 现在已经超过13兆美元 然后这个已经占比 高达266%的GDP 虽然说这个日本的国债的结构 超过45%都是日本银行债 可是这么庞大的债务 其实对日本每年的财政 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压得日本政府喘不过气来 那更不要去讲说 日本因为高龄化 他每一年的社会福利支出 是非常非常庞大 是他的军费的四五倍以上 所以这三个经济 这三大经济问题 基本上都不是未来三四年 岸田文雄当首相 任凭他推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都解决不了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 为什么才10月4号 才刚当选首相 10月31号的选举里面 人民对他在经济政策 这一方面的观感 其实并不算差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因 就是台积电 宣布到日本去设厂 而且是跟Sony做策略联盟 对 所以这一件事情 基本上在日本的企业界 还有日本的国民 日本社会的讨论非常热烈 非常非常热烈 这个主因也是来自于中国 去年年初开始 因为肺炎疫情 让日本突然惊觉到 它的供应链 尤其高科技的供应链 这么脆弱 然后第二个 他们也感到非常surprise的 就是原来 他们在经济跟产业上 依赖台湾这么深 从去年开始 逐渐在产业界跟日本社会 有这种共识 突然 安庭文雄在10月4号 担任首相之后 台积电就非常正式的宣布 在日本设厂 然后跟Sony有Juring Venture 这件事情基本上对日本企业 还有日本的国民 他的社会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对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 其实9月份 安庭文雄竞选 自民党总裁的时候 他也自己有提到 要设一个大成级的 这个经济安全保障大成 那他的确也做了 的确也做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变成说在这一次 他第二次当首相 应该是11月10号 会开国会临时会 第二次的首相子民选举 在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我觉得 第二次的岸田内阁 会在这个产业链的强韧化 尤其跟台湾之间的 这个供应链的重组 高科技业的整合 我觉得日本会 非常大力的来做 那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在 刚刚提到三大经济问题里面 等于说在这个 蛮黑暗的隧道里面 看到的曙光 石板先生 有没有观察到 最近日本和中国方面 关于讨论明年 中日建交50周年 那最近有消息说 这个日本国会内部 比较友好 中国的议员林芳正 要出任外务大臣 那原来对台湾非常友好的 茂木敏冲 要担任知名党的干事长 那这个位置的调换 茂木敏冲去当干事长 林芳正出任外务大臣 对中日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茂木敏冲 他是属于日本的 这个自民党属于竹下派 而且这次竹下派 竹下灯 这个竹下派的掌门人 这个竹下灯的弟弟 已经去世了 那么所以说 他马上又接任竹下派的掌门人 那么这个林芳正属于 洪池派 这个洪池派和竹下派 是日本自民党七大派系 两个最亲中的派系 当然还有二阶派 二阶派是后来起来的 这个洪池派和竹下派 是传统的亲中的派系 那么茂木敏冲 其实在我们传统的 看他也是属于一个亲中的意愿 但是说 他是在于安倍内阁 说被任命为外务大臣 然后菅义为任命为外务大臣 他其实是就是说 等于说 进行自己的职责 而且呢 就是说 包括每次就是说 捐赠台湾疫苗 每次都他出来 所以说 这是亲台派 但是其实他并不是一个 很强的这个亲亲台派的 另外呢 这个茂木敏冲 是日本的 栗木选选出来国会议员 栗木选是 等于说台湾禁止的 食品的 这个五大县之一嘛 他的选区里边 也对 其实对台湾的这个 贸易政策 蛮有抵触的 那么所以说呢 他就是说 离开外向 他当不当外向 并不是很重要 他是在执行首相的政策了 那么 林芳正呢 其实也差不多 他就是说 虽然是 就是说 在传统上 比如说在 中日友好 议员联盟 各方面的 有过一些 这个 有些足迹啊 但是 我想原则上 他也继续 会执行 就是现在民意 基本上都是 都是反中的嘛 这方面我想 他不会有很大的 就是说 变化了 但是说 怎么说呢 毕竟首相 从这个 这个 安倍 菅义伟 变成岸田的时候 这一点的话 其实 日本的侵台 就打了一部分的折扣了 就是说 安倍是百分之百侵台 而且就是跟中国抗衡的 那么 到了岸田 文雄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 一个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就是台湾两年前的时候 是美国有川普 日本有安倍 是全力的替台湾超前部署的 这个两个政治强人 那么今天 美国换成了拜登 日本换成了岸田 光这一点的话 很多事情要靠台湾自己努力 当然说 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 这是一点 所以我并不认为 这个外向的改变 会带有多大的这种变化了 但是说 我觉得长期的话 明年呢 就是说 就是中日 邦交正常化50周年 那么作为岸田首相呢 他希望呢 就是说在外交上呢 多一个选择了 如果说 如果现在就跟中国全面交恶的话呢 那明年呢 他的外交的选项就少一些了嘛 就是至少 他会不会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 会不会和中国关系改善 会不会按照中国的要求 变成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一个桥梁的作用 这些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要看当时的国际形势 和这个国内 日本国内形势来判断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点呢 我觉得还充满未知数啊 当然说 其实呢 如果中国是 现在今天不是习近平 而是胡锦涛 江泽民的话 我想中日关系早就修复了 现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这个日本刚想修复的时候 中国又给你出很多 这个乱七八糟的怪招出来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呢 大部分中日关系的 是缓和还是 是否改善 主要要因还是 取责于 决责于 在中国的选择啊 中国会怎么做啊 另外一个 刚才讲到日本经济问题 我觉得呢 日本经济确实是 我个人啊 是非常不看好日本经济的 日本经济 你自己三十年没涨工资了 对对对 好像还降了一点 对啊 好像是真的 我二十多岁的 三十岁出头的时候 的薪水是最高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 但是这个不光是日本在衰退 这个媒体报纸也在衰退 我是感到双重衰退的 加速度的 但是说 这是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 日本有过多的管制 这个是很严重 还有一个呢 就是基本上 这个决策层的思想 是非常陈旧的 这个非常保守 全世界来说也是超于保守的 拒绝接受新鲜事物 然后呢 还有日本的畸形的 这个人口结构 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 就是在这种情况 就是我做记者 有的人跟我说 要买股票 要买日本哪只股票 好 正常问我意见吗 我说不要买日本股票 日本股票 长期来看 除非有奇迹啊 除非就是有奇迹成长的话 碰碰碰碰 基本上 日本股票长期是衰退的 那台湾股票 基本上属于赌场 这个很刺激 对不对 我说要投资 还是投资美国 那些创业股的话 可能将来成长 比较强啊 就首先 我们这些都不看好 日本的经济啊 但是在日本经济之中呢 我觉得 日本经济和台湾经济结合 就刚才像郭老师说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对日本有很强的互补作用 日本经济和中国经济啊 长期来属于一个竞争关系 就是日本的产业 就现在中国不停的 它要产业升级嘛 要腾龙换鸟嘛 其实在很多产业 就跟日本完全变成竞争关系了 但是台湾的产业结构 它属于一个加工 台湾很少做成品嘛 不管是那个电子业 基本上属于部件方面 是配合的 别的企业 最后做成品 这和日本的互补性非常强 如果是日本和台湾 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对日本是经济绝对有加分的 所以说菅义伟内阁 这个内阁 他确实是乏善可陈 但是说改善了台湾关系 送给台湾疫苗 这一点呢 得到日本广泛支持 不是日本国民都是那么烂好人 都觉得送别人疫苗好高兴 而是觉得改善台湾关系 对日本的国家利益 对日本的经济成长 是有加分的 所以才得到支持 郭老师 我们来谈一下 日本的安全困境 这个日美同盟 当然新首相也作为这个 一个核心的外交政策 还会坚持的 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台海安全 所谓台湾有势 日本无法自身事外 这个问题 也是日本政府的主流观点 那剩下来就是担心 这个台海的海上生命线 影响到日本的原材料 那跟他刚才石板说的 希望明年能够改善 跟中国的关系 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 不过我自己先说一下 我不认为习近平 明年会访问日本 因为在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几乎不可能出国 习近平已经两年没出国了 美国要他跟拜登 直接会面他也不愿意 习近平不出国 是因为他国内的问题 所以我怀疑他 也不会去日本做国事访问 但不管怎么样 日本的安全困境 特别是对于台海安全的担心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明年的年初 大概四月可以看音话 这个时间 如果每一万 应该是九百亿人去访问日本 因为这个其实在2017年 发生过一次 2017年那个时候 习近平也非常想要 访问日本 结果是川普 当选总统之后 第一次外访到日本 去做国事访问 所以这个 我也不认为说明年 这个虽然是五十周年 可是应该会像 2012年那个时候 四十周年 中日两国的这个关系 短期内没办法搞好 对 那这个又提到说 日本的两个 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两个比较主要的安全困境 那这个从今年年初开始 从今年3月16号 每日2加2 4月16号的每日峰会 其实非常多的日本征药 都说这个台湾有事 日本没办法置身事外 甚至于这个前防卫副大臣 中山泰秀讲得更明白 说中日台日不是朋友关系 是兄弟关系 甚至是家人关系 那这个虽然说非常粗浅的 从这个地图上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日本的西南诸岛 一路第一岛链连到台湾 这个的确是对日本来讲 如果台海出事 台湾出事的话 日本是在地缘战略上 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可是这个毕竟 还是很superficial 就是非常表面的观察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 是认为说 第一个是因为 slux的关系 就是海上生命线 那一般讨论 只有讨论到这个印度洋 过马溜甲海峡 然后到南海 通过台湾东岸到日本 那我们也都知道 日本是这个超过八成 将近九成的原物料 全部仰赖进口 那这是一条 主要的这个海上生命线 那全世界的贸易 有超过五成 是走这一条 可是有另外一条 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从这个澳洲 澳洲大陆 过所谋门圈道 然后到东北亚 包含韩国跟日本 那这一条比较少讨论的是 又牵扯到 今年的9月15号 美国联合英国跟澳洲 成立这个AUKUS 三国的军事同盟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南海的事情 从2013年 这个中共开始吹杀田岛 2015年 这个习近平当着欧巴马的面 承诺不会把这些人工岛礁军事化 结果隔月回去之后 就开始铺机场 铺雷达战 然后这个设对舰跟防空的 这个飞弹的基地 那2019年12月 中国基本上在南海 这四个人工主要的岛礁 军事建设完全完成了 那我自己的认为 是AUKUS的成立 是要避免中共把南太平洋南海化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2013年中共推出一带一路 2015年多划了一条线 往东南 就是到南太平洋 2019年史无前例的四天 拿了台湾两个邦交国 这是从1970年代 台湾的雪崩式外交 到2019年 这是第一次 四天拿了两个 一个是吉里巴斯 另外一个就是索罗门群岛 那如果各位对这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大日本帝国海军 跟美国海军 在太平洋上的这个缠斗 就是在索罗门群岛 那附近的海域 是最为激烈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它是二 这个东太平洋 跟西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冲 南太平洋 跟北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冲 所以如果中共如法炮制 南海那一套 开始在吉里巴斯 这个要恢复美军 以前二战的机场 要在索罗门群岛 设这个海军基地 那如果他很顺利的 把南海 南太平洋 这些岛国军事化 他就非常顺利的 把美国跟他的盟友之间的海上航道 肢解掉 然后另外一个效果是 Choking Japan 就是把日本的喉咙掐住 让你两条海上生命线 都掌握在共军的势力范围里面 所以我觉得台海友是 从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来看 这是它一个非常大的安全困境 第二个就是提到说 台湾或台海友是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也是 比较少人了解的 就是日本的另外一个 非常独特的安全困境 其实无论是朝鲜半岛 或者是台海出事情 日本都会面临一样的安全困境 就是一般国家的军队 它的建军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打胜仗 心无旁骛的打胜仗 可是日本智慧队完全不是 因为它除了打胜仗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它要协助美军 如果这两个军事目标 相互冲突的时候 那就是日本非常明显 非常独特的安全困境 意思就是说如果台海出事 台湾出事 日本自卫队人数又很少 日本的国土面积其实又大 日本虽然只有三十几万平方公里 可是如果连领海都算进去 日本的国土面积是全世界第六大 那自卫队人数又少 它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自我防卫 所以它如果选择自我防卫 对美军的协助少 它也没办法确保 自保这个目标会完成 那它如果选择第二个目标 要选择多一点去支持美军 如果美军介入台海的战事 它也没办法确保它自己没事 所以我觉得二战当时的教训 对日本来讲是一个 Vivid Lesson 是一个历历在目的教训 苏联当时1945年8月8号 对日本宣战才短短一周 日本在8月15号投降 苏联大军南下 库叶岛千岛群岛 全部边要占光了 那过了70年 日本要处理北方四岛的事情 没办法处理 所以可以想象 如果中国在台海或台湾用兵 日本自卫队真的去协防美军 协助美军 不管做什么样的协防 那日本的无人岛这么多 中共随便占几个岛 你又要处理几十年 对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安全困境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也是导因于说 为什么这个11月1号才开票结果确定 11月2号岸田文雄马上马不停蹄 飞到英国去 要跟Joe Biden见面 然后约好年底要去访问DC 原因就在于说 这个2015年的4月27号 那个时候的美日2加2 当时的这个日本防向是中古元 日本的外向就是岸田文雄 跑到纽约去跟这个John Kerry 还有Ashton Carter 去谈这个2015年版的 这个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那一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其实是针对这个所谓的grade zone 灰色事态的部分 然后也因应日本本身的2015年的 新安保法制 这个有关存立危机事态的部分 重点在这两个 可是才短短过了不到 这个6年的时间 6年的时间 2015年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已经完全没有用了 因为今年的4月16号 美日峰会已经先标定了 又标定了一个新的任务 就是台湾有事 所以从6月份开始 其实日本智慧队跟美军 他们进行了非常多轮的war game 就是针对台海有事 或台湾有事 去进行兵推 这个兵推的结果 基本上是让美日同盟 他们去做自我评估 跟共同评估 两军在台海有事的时候 或台湾有事的时候 两军之间的我们讲叫RMC Raw Mission and Capacity 这个评估其实会反映到 明年美日准备重新去修订 2015年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所以这个就是主因 为什么岸田文雄要急着 到英国去见Joe Biden 约好年底 要到这个DC去访问 就是要启动修订 这个防卫合作指针的这个机制 所以我刚才会一开始就说 这个明年非常有可能是 拜登去访问日本 然后正式去启动 美日同盟新一版的指针的这个修订 石板先生 我看到有一些台湾的日本专家 有评论说 实际上从结构性来看 这个日本与中国的矛盾 实际上比美国与中国的矛盾更严重 说日中关系这个对抗的 这个结构性问题是根本无解的 你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中国等于说 现在不停地在膨胀 对外扩张嘛 对外扩张的首当其冲 当然台湾是一个第一道 然后台湾之后就是日本嘛 那么日本 刚才郭老师讲 有这么庞大的这个海岸线 这么庞大的守卫线 而且日本现在的宪法 现在的防卫体制 根本没办法抵御外敌的大量入侵啊 就是说 其实日本过去 在一直强调这个北韩的危险嘛 就是何时言一直强调 想借机推向这个修改宪法 其实所有日本都知道 北韩对日本根本够不成威胁 北韩那点 人有韩国就足够了 但是说 但是以此强调 其实就是中国嘛 不好意思跟中国 这个 怎么说呢 正面对决直接把中国列为假想敌的话 这个面子上可能 不太好办 但是说今天 北韩的威胁 其实大家明白 北韩根本不是威胁 而且北韩 就是台海有事 台海有事 提到台海有事的话 就第一次把中国的威胁 正式的放在桌面上 大家来讨论 这个是对日本来说 一个很深刻 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了 就是很多事情 你其实是躲不开的 就是其实日本战后 这70多年 一直是鸵鸟政策嘛 就是对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胁 日本假装看不到 现在呢 这个问题终于到眼前了 那日本到底怎么办 首先光是第一个 如果台海有事的话 在台湾的日本人的撤侨问题 怎么做 就是说 现在有两万五千日本人住在台湾 如果说真正台海出现 这两万五千人 要不要撤回去 如果撤回去的话 是不是派自卫队的飞机过来 自卫队运输机来的话 要不要战斗机来护航 如果战斗机护航的话 跟中国发生交战怎么办 另外一个撤侨并不仅仅是日本的问题 在台湾的英国人 法国人 美国人 大家都可能想去日本 因为太远 欧洲那些人 这个撤侨来不及嘛 这个时候 到底怎么办 这些是过去的 日本想到朝鲜有事 说怎么从 和首尔 把日本侨并撤回来 这个想了很多很多 台海过去一直假装不想 但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去 当然撤侨只是第一步 日本的将来的安危 跟中国是息息相关的 我想以后第二步第三步 日本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想 对 郭老师 我们最后谈一下 怎么深化台日经济交往 你刚才提到台积电区域 日本投资是一个很重大的消息 台美经济有结构上有互补 可以深化 当然台湾 申请参加CPTPP 日本各界总体也是非常支持的 那你自己怎么看 这个台湾申请加入CPTPP 这个事情的进度 怎么样跟日本合作 能够把这个事情 在整个CPTPP的11个国家里面 能够通关 这个方面的进展和这个可能性 你是怎么看的 首先 谈到台湾申请CPTPP这件事情 是完全没办法不提中国 这个也是接续刚刚石板老师提到的 说中日关系在现在开始 尤其明年之间的变化 那我自己的观察 我觉得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基调 还是以经贸合作作为主軸 去试图去吸引日本 那对日本来讲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替代方案 那中国的策略 我觉得应该没有 我的观察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它会捆绑中日韩FTA 跟这个中国加入CPTPP这件事情 因为中国加入CPTPP主要是规格问题 可是中国却选择 会选择用政治的手段 来处理规格问题 这个跟台湾申请CPTPP 正好是颠倒过来 台湾不是规格问题 台湾是政治问题 因为中国会用它的政治影响力 去影响其他的这个十个会员国 就是日本除外 因为自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的政纲里面 其实已经有提得非常清楚 是欢迎台湾加入CPTPP 而且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活动 所以中国用这种政治手段来影响台湾加入CPTPP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是变成中国跟台湾的申请入会案 有可能都会遭到各自 没有意外的话 可是就刚刚我们讨论到的部分 就是石斑老师有提到台日的产业跟科技互补性 其实非常高 那我倒想要提供另外一个面向的思考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对所有国家的原则 都是一样 就是你要先跟中国签FTA 你才可以跟台湾签FTA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思考 2019年conclude的RCEP 其实在明年非常有可能生效 是明年1月1号 对明年1月 那这个就导致让这个中日有实质的FTA 那换句话说台日之间 其实也该是时候可以讨论台日FTA了 中国就没有借口跟理由去抗议 那用这个台日FTA去做切入 对于解决这个辅导五线式的这个农产品 跟这个刚刚提到的台日在高科技业的整合 还有台日的经济跟科技安全 的保障还有最后台湾加入CPTPP 我觉得是相对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策略 那这一点其实对这个日本企业 是可以提供非常大的诱运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台日因为政治因素没有办法去谈判FTA 可是其实在过去的20年 2030年台日已经透过堆积木 做block building的方式 基本上把FTA这个自由贸易架构底下 该谈的主要项目 例如说台日的这个投资协议 投资保障协议 这些其实都已经签完了 对所以台日FTA变成是 它只是一个政治意向上面的确认 在实质的这个经贸谈判上面 其实台日该谈的都谈完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去促进这个台日的产业跟经济的整合 然后另外一方面 这也是机制化台日的政治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台日FTA 这一个这个部分去切入 反而是一个比较切实 比较务实可行的一个策略 好 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谢谢郭老师 谢谢矢板先生 谢谢大家